最近袁宏与张欣益的恋情被推上了热搜榜 前脚袁宏刚刚在微博上宣布告别单身求祝福 5月23日张欣益也是显身上海为公益活动梦想新卖场站台 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一身得替裙装现身的二姐全程喜笑颜开 恋爱中的女人当然是最美的 面对恋情的曝光二姐此次也是甜蜜承认 就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其实特别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这么呵护我们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然后未来还很长 慢慢来吧 谢谢 只要一说到恋情的细节 一向大大咧咧的二姐也是瞬间娇羞了起来 去年10月张欣益与袁宏一起上跑南时 南方就对张欣益照顾有加 二人互动十分有爱 或许那时就有爱的苗头闪现吧 而就在几天前网上也是曝光了一组视频 两人又是互相喂食 又是甜蜜拥吻 看得出完全是正在热恋中的小情侣哦 听听大方的二姐也是间接承认了同居的传闻 眼瞧着越说越多 二姐也是及时杀住了车 面对媒体的不断追问 一向真性情的二姐也是有些招架不住 不得已动用了撒娇绝技 一生生的哎呦 果然是女汉子变身小女人 这爱情的魔力真心大过天 而这段恋情公布后 圆红的老友CP胡歌 竟也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 或许是看到了网友们的评论 张欣益在最后也不忘大呼邀请胡歌吃饭地说 哎呦 你们多过一天 今年活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真的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关心我 谢谢 哎呦 你们饶了我 哎呦 真的谢谢 回头我请胡歌吃饭啊 谢谢 最近 圆红与张欣益的恋情被推上了热搜榜 前脚圆红刚刚在微博上宣布告别单身求祝福 5月23日 张欣益也是显身上海为公益活动梦想新卖场站台 果然是人逢喜事今生爽 一身得替裙装现身的二姐全程喜笑颜开 恋爱中的女人当然是最美的 面对恋情的曝光 二姐此次也是甜蜜承认 就让大家被我操心了 其实是特别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这么呵护我们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然后未来还很长 慢慢来吧 谢谢 只要一说到恋情的细节 一向大大咧咧的二姐也是瞬间娇羞了起来 去年10月张欣益与袁红一起上跑南时 南方就对张欣益照顾有加 二人互动十分有爱 或许那时就有爱的苗头闪现吧 而就在几天前网上也是曝光了一组视频 两人又是互相喂食 又是甜蜜拥吻 看得出完全是正在热恋中的小情侣哦 听听大方的二姐也是间接承认了同居的传闻 眼瞧着越说越多 二姐也是及时杀住了车 面对媒体的不断追问 一向真性情的二姐也是有些招架不住 不得已动用了撒娇绝技 一生生的哎呦果然是女汉子变身小女人 这爱情的魔力真心大过天 而这段恋情公布后 袁红的老友CP胡歌竟也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 或许是看到了网友们的评论 张欣益在最后也不忘大呼邀请胡歌吃饭地说 哎呦你们多过一天 今天活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真的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关心我 谢谢 哎呦你们饶了我 哎呦真的谢谢 回头我请胡歌吃饭 谢谢